卫生局肯定金门执行长期照顾服务人员服务绩效跟工作辛苦 特别在10号在县政府多媒体简报室举办 113年度金兆奖基优长照人员表扬大会 本年度总共有7位基优长照人员获奖 由副县长亲自颁奖表扬 请开餐中间 随着老年人口的比例逐渐的增加 承照需求的就是业情的重量 能够真的投入这个承照支援 真的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也需要非常爱心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妈妈在往生之前 其实也受了长照很多的支持跟帮忙 所以我知道 特别是当老人家如果需要照顾支持的时候 我是这个家属的 又没办法 像我要工作 把我太太也要工作 所以就变得很棘手 我说的是棘手 而且是分身法术 可是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好的承照2.0 而且在申请上也蛮便利的 所以就在申请完之后 这个承照人员资源 就进入之后 真的解决了这个家属 这个难为自己 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 各位老人家在我们生前还真的收到很多很好的照顾 特别感谢各位我承照的这个承照 金照奖的设立 主要的是透过激励平台 表扬投入长期照顾具有卓业贡献的长照服务单位跟个人之外 更是可以凸显专属金门的长照服务亮点 解决了